9月24日,周六,凌晨6点半 披行黛月的出发就是为了去德国的杜塞尔多夫 这次去计划了足足4天,就是要好好地吃喝,不留遗憾 这个视频会以流水账的方式,记录我的吃喝全程 首先住宿上,我选择了直接住在亚洲餐馆区 光是我住的这条短短的小街上,就有中日韩印6家餐馆 这是一家印度菜 然后BBQ鸡 看着就想吃了 饿了饿了 这是一个粥面小菜馆,它会为我早饭呢 第一天上午,先去跟柯隆的朋友去划了个水 看拐弯能不能过,我觉得它的样子好像不太会拐弯 从那两个球之间穿过去 对,你看它,它没有,它直着,它肯定摔,你看 中午呢,朋友说,他要吃韩式豆腐汤,暖暖身子才行 我就被带着来到了杜塞的一家韩国餐馆 它是热的呢 它是滚的,我都可以 你可以把它拌好了,然后到时候你尝一下 好呀 看着好棒哦 你好会拌的 饭好了 饭后自然少不了甜点时间 爱抹茶味道的所有东西 盛着冰激凌的鲃鱼烧,虽说应该不是现烤的 但依旧很脆,很香甜,满足了 晚餐一起吃饭的朋友多 本来是想去杜塞的小龙坎的 但是因为是周六晚上,当天约已经约不到了 就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串门Seasons 我不是吃火锅的专家 朋友说呢,他家的味道不如小龙坎 对我而言,吃到了平时不常吃到的东西 还是觉得很新奇的 没见过世面 真可怕 这个 脑 清楚吗? 好 好可怕 好可怕 第二天中午呢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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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也是真的好吃 连杜塞的朋友都说 论炒菜,还是小院爸做的好吃 晚上我们跟杜塞的红园订了一只烤鸭 北京人给你表演怎么卷烤鸭 嗯哼 然后呢,来了啊 哦,手法专业 我觉得要崩 这样卷 卷 但是它这个饼不是特别大 一般来讲呢 再折一下 嗯哼 个人觉得就鸭子本身来讲呢 没有北京烤鸭的那种油香 但是他家的酱做的真的是好吃 以至于酱的味道盖过了所有 有虾吗? 有 那要一个这个 先吃这个 哇! 鸭酱汤 第三天一大早 去南木咖啡吃早饭 点了蜂蜜黄油面包和韩式年糕冰沙 蜂蜜黄油面包 说实话 我没有想到它是这种外焦里嫩的口感 香和甜搭配到一起很绝 吃年糕冰沙 裹着薯粉的年糕是第一口 然后往下挖 在年糕还没有完全嚼完的时候 就触碰到了新入口的牛奶绵绵冰 而且我感觉最下面还有一小层冰淇淋 这样的一小碗冰沙藏着如此复杂的层次感 太完美了 中午想着我这两次来度赛 似乎都还没有正式吃过日餐 于是就陷入了选择综合症 拉面猪排饭都想吃 最后还是走进了串亭 瞬间就有了到日本的感觉 很多人问我盒子里的烧酒要怎么喝 就是捧着盒子用一个脚对着嘴喝 下次你们也试试吧 其实周一周二很多餐馆是关门的 在街上溜达了很久 晚饭的时候还是去了第一天去过的韩国餐厅 虽说我不是一个韩粉 但一直对传说中的炸鸡配啤酒还是很好奇的 我要的是甜辣酱 但其实吃不出辣只有甜 所以味道上稍微缺少了一些层次 但鸡翅皮也做到了外焦并不难吃 晚饭后我还是想来点甜点 于是就又去了南木咖啡 这次点了奶茶冰沙 冰沙入口真的是奶茶的味道 小饼干是那种合适松饼 Strope Waffle 非常甜腻 挖到里面呢有那种硬硬的是脆胶糖块 上面还撒了那么多的坚果碎 吃饱了饭来吃的话着实是有点多了 第四天一大早取了现金就去了Coco Cafe 对他家刷卡只收德国卡 没有的话就只能现金 因为想做一下对比 就也点了蜂蜜黄油面包 嗯必须说没有南木咖啡的经验 因为他家的面包很厚 就是外皮硬脆的部分很多 放到嘴里呢就会觉得有些个 而且似乎蜂蜜过多黄油过少 导致甜味盖过了香味 没有能做到香甜的平衡 虽然多给了一个冰淇淋球 但是味道也比较廉价 他家的蛋糕和冰沙味道是非常不错的 我上次来杜赛的时候尝过 在杜赛的最后一餐想吃点带汤水的 中日韩都试过了 怎么也要给越南菜留一个位置 牛肉和粉太正宗了 心心念的不就是这口汤吗 此行至此也算圆满了 最后每个来到杜赛的人都会在各种亚钞和熟食店买买买完以后再回家的 听说住在这里的人家里是不用开火的 现在的我带回家的东西还没有吃完 所以这期视频我要赶快做完 不然我会陷入无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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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